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替身 前些天有一个人问我 他长得高高大大 并不像一个记者 更像是一个摔跤运动员 当时我和他都坐在一辆车上 那辆车朝着幽深的远方行驶着 本来那辆车就很小 它一个人占据了很大的空间 在黑暗中 我甚至觉得有一些透不出气来 而那辆车密封得很严 没有一丝的缝隙 他并没有问 你为什么会播讲恐怖小说之类的问题 而是问了我一个非常古怪的问题 假如你和另一个人 只有一个生了机会 而你有选择权 你会怎么办 我被这个问题一问卡出来 我记得有这样一个诀问 假如我和你的母亲同时掉入水中 你会救谁 如果我把生的机会让给另一个人 那么我就会死 而我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 不会这样放弃 但假如我把机会留给了自己 让另一个人去死 那我是不是一个恶人 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寻求着人性的答案 假如那个人是一个孩子 或者是个孕妇 也许我会让给他 假如那个人是一个政客 或者是个商人 也许我会让自己活着 很多的假如想过之后 仍然没有答案 我早就说过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对此表示怀疑 可现在我的犹豫 证明了 我确实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突然反问他 我好像在梦里见过你 那是一个噩梦 我梦见我横穿斑马线 过一个路口 迎面来了一辆汽车 开过来 那个司机长得脸长长的 他把我撞到在地之后 车轮从我的脑袋上撵过去 那一瞬间 我看见你站在路边 呆呆地看着我 他似乎不愿意听这个故事 把头转向了另一侧 几天之后 我在报摊上看到那个记者 写出了我的文章 并登了出来 就买了一份 标题是 与一个主播谈梦 我坐在路边的椅子上看 说实话 这个虎背熊腰的记者 文笔不错 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走了过来 他坐在我的旁边 也开始看到 我瞟了一眼他拿的报纸 那是一份跟我一样的晚报 正巧也翻到了 有我的新闻的那一页 这很正常 晚报在这个市里 卖得很好 几乎人手一分 可不正常的是 我发现他的那张晚报 似乎和我的这张 不但一样 我的这张有一则报道是 三屯路出现一起车祸 黑色标题 非常醒目 而他的那张相同的位置 却是另一则报道 我是三环路金岛通车 红色的标题 同样也非常明显 我当时又愣住了 同一种报纸 同一天的报纸 而且是同一个版面 为什么不一样呢 那个老人见我傻傻地看着他 怀疑地打量了我一下 转身走开了 我知道 他可能把我当成是精神病了 我很快就赶到那个报台 买了几份相同的晚报 但是除了我最早买的这张报纸 其他的报纸 都没有三屯路出现一起车祸的这条新闻 我仔细地阅读着这条来历不明的新闻 今晚18点42分 在三屯路和强盛路交叉的路口 出现一起恶性的交通事故 有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 均闯洪当 在人行路上被一辆卡车撞倒 头部破损 当场死亡 目前死者的身份正在确认中 现在离18点42分 还有半个小时 我想这个新闻一定是校对失误 应该是昨晚18点42分吧 但是我还是想到现场去看看究竟 于是我就拦了一辆出租车 去了三屯路 我下了车 看到三屯路和强盛路的交叉路口 交通竟然有序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路口正巧有一个卖香烟的老太太 我走过去问 大娘 这几天 这个路口是不是出过车祸 那老太太白了我一眼冷冷的说 没有 我当时就糊涂了 我想马上给报社打个电话 跟他们核实一下这件事情 也许我这张报纸是不法商贩 倒阴的 可是掏出电话之后 却发现手机没电了 我又问那个老太太 大娘 这附近有没有公用电话 老太太头也不抬的朝着对面 指了指 过马路 我抬头一看 对面果然有一个公用电话亭 谢谢大娘 正巧人行路上是绿灯 我抬脚就要走过去 可这个时候 我敏感的发现 和我站在一起 等着过路口的人都没有动 我手回脚 问旁边的一个中学生 同学 这绿灯你们怎么都不走啊 那个中学生怀疑的看了看 那不是红灯吗 你是不色盲 另外几个人把头转了过来 都用非常奇怪的眼神 看着我 只有我一个人看见是绿灯 我全身的汗 盲目的绿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见一辆卡车开了过来 那黑洞洞的驾驶室里 正是我曾经梦见过的那张 长长的脸 我非常惊慨的同时 一下摘下头上的帽子 扔到了路上 这个时候 正巧有一个人走了过来 他看了看那顶帽子 一步跨了过去 想捡起来 可是 却被那辆及时过来的卡车 装个正着 脑袋当时 溅出了血水 我在旁边看的是真真切切 他就是当初问我问题的那个记者 他圆圆的眼睛在车轮下看着我 似乎在说 你终于回答了我的问题 经过这件事之后 每次在录音的时候 我似乎总会听到一个声音在问我 假如你和另外一个人只有一个声的机会 而你有选择权 你会怎么办 这个问题一直回荡在我的耳脉里 我想有一天 如果碰上了一个有缘人 我可能会问他同样的这个问题 假如会是你 你会怎么办呢